- 各位小夥伴們大家好,歡迎來到啾啾的奇妙開箱,我是啾啾,今天要介紹的不是布萊姬,而是九零年代所有男孩的一個夢,關於勇者的夢。 風在空向前 我會一直飛出的 我會一直飛出的 看到這個片頭是不是非常熟悉 沒錯就是當年1992年播放的卡通 《勇者達綱》 時隔三四年終於又有玩具公司 製作出更符合動畫的玩具 第一時間舅舅我也忍不住下訂 過了一年多的等待 最近我終於也收到了貨物 好微笑出版 外盒非常大 整體看得下來 雖然都是塑膠 沒有任何的合金 但已經高度還原了 非常的帥氣 舅舅我還是非常喜歡 這是舅版的外盒 舅版的包裝 使用卡通圖案做封面 小時候看到時很快就被吸引 完全入迷 兩個相比 現金的玩具 價格非常的貴 與當年的玩具比較 大概貴了十倍左右 勇者達綱 舅舅年輕時就非常的著迷 所以也收藏了許多的相關玩具 與舅版的比較 新版的小達綱真的非常迷你 細節刻畫得非常仔細 塗裝著色毫不馬虎 舅版的尺寸比較大 警車整體外殼比較粗糙 變身成為機器人型態後 新版可以擺設許多動作 這個設計非常的巧妙 頭膠仔細觀察 深色塗裝都有到位 非常帥氣 新舅版本全部一起排排站 各有各的優點 小達綱以前的玩具 完全沒有受到重視 這一次好微笑的製作 還原了小達綱的完整形態 在整體的評分上大大的加分 彌補了舊版的小達綱 只能站立呆板姿勢的遺憾 再來觀看戰鬥機鬥士 新版製作的細節 也還原了卡通的形態 頭部藏在後面 有短板作為遮改 整體的觀看戰鬥機部分 新版與舊版大致都差不多 變形方式也類似 隨著玩具公司技術的進步 外觀的形狀也更為修長 接著觀看特快車鬥士 這個原型是日本的新戰線300電車 因而是全塗裝 加上車燈使用透明件 所以整體更為美觀 新舊版全部擺在一起比較 新版的長度在中間 舊版的尺寸依然非常巨大 三個玩具變形方式幾乎是相同 只有細節稍微有所更改 我是脫模式軍艦 勿壞者將軍 地球人 任命吧 我要摧毀你們這份星球 攻擊 人類你們末日來臨了 龍子刀在此 變身 龍子刀 從路的機器人 毀滅吧 去死 好強的力量 可惡 這樣下去不行 就是現在 勇者白胖 準備皇帝 除了 皇帝 雷霆打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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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體完成 台灣翻譯名稱為雷霆打剛好 雷霆打剛好 當年的台灣取名 比日本名稱還要霸氣 等你觀看 細節非常到位 雷霆打剛好 雷霆打剛好 外部覆蓋著透明件 可以看到整個地球的形狀 頭部非常還原90年代的風格 並且還非常相似單元的一部卡通 金剛大絕戰中的雷恩 或者無敵鐵牛 腳部細節 刻線 手部細節刻線 完全還原了卡通當時的形態 金舊版本 站在一起比較 高度差不多 好微笑出版的 比較細緻 這也需要歸功於時代的進步 在90年代 當時的技術 可以開發出舊版的打剛 在當年的眼中 也是非常的令人驚艷 胸口部分 與舊打剛一樣 可以打開變成終極武器 暴風大力 光火跑 最小的是當年的食雲玩具 現在也已經消失 變成時代的眼淚 再來是中間尺寸的拿剛 該有的變形與合體 全部都有 接著是台版 跟台灣製造的DX打剛 許多變形都與這次新版相似 身高尺寸也差不多 再來是本次的主角 好微笑出版的打剛 三隻版本放在一起 滿足了多少人童年的夢想 接著跟舊版的打剛 借了一下GX光火炮 扛在肩上 讓大家跟著我大喊一聲 GX光火炮發射 也因為全身可動關節的設計 因此可以擺出的pose 也非常多元 玩具經過三十年的歲月 依然是沉長在你我心中 成為我們永遠的回憶 那麽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是JoJo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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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